明天的傍晚前后可能发布到海上台风警报 而在路上台风警报的情形呢 大致可能会落在明天的清晨到上午 康瑞毕竟预计周四登陆点再难修 从宜兰花莲又改到台东宛如山陀儿一样调皮 但不一样的是移速每小时有十公里以上 不会慢慢拖 周三的晚间到周四的一整天的这段期间 台风呢就有可能增强来到它的巅峰 我们目前的预估呢大致是在中度台风的上限 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到更强的情形 康瑞还会再长大 预估他在周三晚上八点 中心最大风速来到每秒四八公尺 相当于十五级风 最大阵风十七级 七级风暴风半径再增加到三百公里 时机有九十公里 FB粉专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级分享 最新结构扫描显示 康瑞努力建构他的眼墙 台风炎会变很漂亮 挑战巅峰状态 前向局长郑明点也说 结构变扎实了 通过台湾后才遇到大陆冷高压 环流范围很大 东半部几乎确定有持续性的迎风灭雨 中心北侧会有眼墙云带 直接影响雨势会很大 周四到周五的清晨 是这个台风对我们影响 雨量最明显的时候 气象鼠预测 周三开始有外围环流影响 桃园北部宜兰局部好雨 晚上花东恒春就会有大雨 周四图更惊人 四分之三个台湾都紫白一片 东半部北中南山区都有好雨 中部也有大雨 其中东部不排除到达大豪雨等级 这也比前一天预估雨势更多 周三周四沿海浪高可能达到四到六米 东半部恒春离岛 这一部沿海还有局部六米以上 在康瑞席台市前就先做好访台 有新闻新闻新闻 边坡土石往下滑落扬起沙尘 防护网野遭到回损 连日雨市高雄山区藤枝连外道路 十公里处土石崩落 双向暂时封闭 但接下来又有台风要来 不止高频民众心驚驚驚 东部居民更是害怕 没碰到小毛毛雨 就开始紧张了 就开始准备衣服 准备东西要投走 十月初山土耳台风带来好大雨量 尤其是台东多条溪水暴涨 金峰乡部落里的丰收桥段列 都还没重建完 又得面对下一个台风 比华东的居民 全部都加紧脚步赶快放台 渔民赏金传业者 把身材工具顾好 花莲市区只有公所人员 在修剪巨树 降低树导几率 另外一群靠天吃饭的农民 也希望能将栽损降到最低 这次是我务农以来第一次遇过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抢收的动作 高雄念潮的巴勒 郭农也绷紧神经 我现在去外风太低了 风大 风也多 它就用倒的嘛 巴勒的采收季节 就是中秋过后一直到年底 不止农作物本身需要担心 台风过后的价格浮动也会相当大 与时间赛刨抢收的 还有宜兰三星葱农 葱农表示之前的虫害问题 蝉量就已经减少了 又遇到台风 只能赶快先将品项好的葱收成 毕竟今年过去的台风 也对宜兰造成不小灾情 地外地区的居民恐怕也淹水淹怕了 水利署派人到宜兰西州排水门 整设移动抽水机 毕竟10月底11月台风罕见 不只台风环流 还会有东北季风影响 大家只希望能平安度过这次台风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舞台已经达到一半 钢架却开始一根根拆 短时间内得复原 这景象让人有些无畏杂陈 原定本周六日五月天团队 要将公益演唱会 被带到花莲东大门广场 无奈康瑞台风罩局活动确定喊咖 所属强性音乐 29号一早发声明 考量所有人员安全 才会延期举行 连带受冲击的 还有当地饭店店房 我们是预估 基本上应该是会退到 只剩下一成两成左右这样子 那再加上台风天的这个部分 一路取消了 应该是不会有增加的这个状况 我想应该是会配合着 五月天的延期 那同时也把这样的一个机器 能够做一个延后吧 镜头转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外 是这套公益演出的第一场举办地 现在也只能赶紧卸下设备 康瑞一来确实让大家心慌慌 三十一号还有刘德华 要在台北小巨蛋开场 才刚结束马来西亚演出 当时演员江浩文 才带着妻子现身 收下瓦材 惊喜准备的歌曲 但台湾这头粉丝除了担心 班机无法如期降落 如果严重到停班课 演出就可能取消 重叠档期 还有韩团Stray Kids 礼拜六里演唱会 选在高雄市运竹场馆 毕竟是户外场地 安危问题也让人悬科心 天灾无常实在无奈 地位宣传李战胜高志宏 范雨萱张文君台北高雄花莲 参加报道 手上才把这个轻松 一把现在已经要285元 一样是这个熔灯新的菜王 轻松虽然从破纪录的 一公斤三百元重建二字头 但依然比起前天 足足涨了二十块 多两层的民众 到菜市场跟台风Sepo 要在菜价再次充高前 替荷包止血 我是觉得比上礼拜贵一点点 一两层 应该有 就是赶快采买一下 可能后面 菜应该都会涨 因为台风快来了 随着产地陆续复耕 已经贵了三个月的菜价 总算平稳 至迟如今康瑞又报道 北农周二的平均价格 来到每公斤47元 比起前一次涨了三块多 包括青葱 每公斤平均255元 涨325% 花蜜菜每公斤80元 涨20% 高丽菜每公斤平均44.5元 涨19% 科博菜每公斤平均47.4元 也涨25% 不过摊商表示目前复更过后 菜量都很充足 呼吁消费者不要囤货 两三个台风过了 已经算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的菜的话 还算比较平稳 都已经比较有量产的现象 镜头转向连锁超市 同样也出现买菜人潮 而业者表示目前蔬菜 水果价格及供货量稳定 后续政府如果试出评价蔬菜 也会第一时间提供大众选购 根部坏掉的部分 先去除掉 厨房纸巾包好 稍微有点水伤的状况之下 差不多会有五到六天的保存期 除此之外 家事达人也提醒 叶菜买回来 可以先将叶子和根烂掉的部分去除 接着先放着等热气散去 再用纸巾包裹放冰箱冷藏 能将保存期限延长到五天 眼看康睿来势汹汹 民众也开启防台抢赛大作战 TV新闻 庄旗员旅游台北 采访报导 在月底的最后几天 银行账户已经完全没钱 而且口袋里面 又只剩下这四百块钱 但更惨的是 接下来台风周四周五 影响最剧烈 万一真的放了台风架 那状况恐怕真的 有点尴尬 跟家人吃 这场理性是可以放台风架 放台风架吧 就是宁可别钱 台商就放台风架 不会因为我跟家人 那你身边有月光族的朋友吗 还是你朋友去月光族 就假装跟他们去吃个饭 没有开玩笑 真的没钱的话 只能赶快回家 因为康睿台风 不仅清台几率大 在东部的台东南与绿岛 与中南部等十二地区 遭暴风圈入期的可能 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影响最大的时间 刚好又是多数企业 发薪水的日子 若周四周五都放假 那六日两天过后 就要到四号才能领 也就是最慢 可能会晚四天发薪 即便大型企业多 跟银行绑定 不见得都会影响发薪日期 但对中小企业来说 全看台风状况而定 如果到时候放了台风假 他们的薪水可能要往后延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还是会要求他们如期花薪 谢谢议员的关心 我这一点我倒没有去想到 希望雇主能够在 恢复上班日的时候 立刻马上来处理员工发薪的问题 呼吁企业 及早因应别影响 员工家庭生计 虽然广大市民 多半都是抱持着 这样的心情 放台风假晚一点你没关系 TV外宣 吴军委员台北报道